造型独特的翅膀 憨态可居的表情 近日 山东合泽孙大元固堆遗址出土的两只萌兽 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这两件陶兽面不相受 又插有翅膀 是古人将鸟和兽相结合的罕见陶之文物 因造型奇特 被众多网友戏称为萌兽 在合泽萌兽引发热议的同时 被称为山东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小月月 亚丑月等珍贵文物 也凭借丑萌的外表再次出圈 4月24日 记者在山东博物馆 见到了陈列在展厅中的亚丑月 同月的外形类似斧头 是古人用于礼仪和殡葬的一种奇剧 也可能是一种刑剧 据了解 亚丑月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出土于山东围方青州的苏不屯一号商代墓葬 因酷似人脸 器具身上可由亚丑名文 而闻名 山东博物馆讲解员张超群告诉记者 虽然亚丑月的样貌给现代人留下了呆萌的印象 但在古代 它象征着威严和权力 这件青铜月透雕着人面寿像纹 有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嘴角上扬 露出了像城墙舵口一样的牙齿 虽然大家看到亚丑月觉得它的形象是很可爱的 但事实上呢 商代人看到它呀 内心却是恐惧的 约还是权力的象征 亚丑月就代表着亚丑不足权力的象征 当日记者在山东博物馆的史前展厅内 还发现了两组外形类似鸟的陶龟和黑陶顶 据了解 这两组文物同属于龙山文化 分别是陶制吹气和城气 这两组文物呢 是山东史前时期 新时期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文物了 那我们这里看到的黑陶顶 顶的三组啊 是用鸟嘴巴进行装饰的 包括陶龟 它的整体造型也非常像是一只带要飞翔的鸟的图案 这共同说明了史前时期 山东的土著民族东夷族 他们的图腾崇拜的思想 东夷族呢 就是以鸟图腾为审美崇拜的 目前 越来越多像四川三星堆金面具残片 山东合泽 孙大园 雇堆 遗址陶兽等造型独特的文物 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考古学家们也正紧锣密鼓地 研究他们的独特造型和历史价值 力求早日揭开这些文物背后隐藏的秘密 对于文物呆萌形象引发热议的现象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的王清教授认为 这虽然是一件好事 能够引起人们对考古的兴趣 但人们更应该了解文物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信息时代使得我们这些出土的文物 会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是一个好事 但是呢 我们也要站上引导 不能凑热闹 或者说我们以现在的审美观点 去看待古人的审美观点 大家都从正规的途径 获取历史知识 考古知识 中国古人 中国传统文化 他的一个正确的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